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62期的白问 我是王炯 这期视频应该是我们农历新年前的最后一期白问正片了 过两天在几近过年的时候 我们将会推出白问的年终小总结的一个小节目 这个是一个专题 汇总一下我们2018年度整个白问的一些大数据 然后跟大家聊聊天吧 一年之中我们白问做的一些事 简单的跟大家做一个汇报 就算是和大家做一个小预告 后面还会有一个短视频 我们大测评视频的进度是刚刚更新了年度的性能大横平 我们是集合了12台目前市面上所有的旗舰机 做了一下性能方面的单独横平 关注咱们的小伙伴应该对性能都是非常热衷的 这期视频也是非常精彩 耗费了我们剧长剧长的时间进行测试 另外就是我们的年终大抽奖视频 我们小白测评的整个频道的年终总结视频也是上线了 后边抽了一个大奖 我在这卖个关子就不说了 大家自己去频道里翻看就行了 这个就是我们近期视频的进度 OK不废话了 看看第62期白问的正片 哪些小伙伴都上电视了 干货多屁话少白问马上开始 小白油品品质二手自营商城 春节不打烊 春节不打烊 春节我们也不打烊 手机和配件都照发不误 系统手机回收现在也正式上线 旧手机也可以交给我们高价回收 小程序搜索小白油品即可上车 小白油品只为价值买单 大家新春快乐 保持自己品牌的热度 因为现在竞争是越来越激烈 有很多厂商都已经死了 在今年大家应该都知道 明年依旧是血雨腥风的一年 所以说大家现在已经等不及了 纷纷召开这种所谓的 未来技术的展示会 或者说什么未来新机的沟通会 就是这新机还没量产的 还没怎么样的 但是我先发出来 让大家看到我明年会有什么机器 这个什么时候上市 什么时候开卖 还不一定的是吧 这个就有点PPT这个意思 但是这个也代表了 未来的国产厂商手机 这边的一个发展方向 比如说无开孔手机 魅族这边了 还有这个APX2这种 另外就是小米这折叠手机 折叠手机是之前已经有了 但是并没有量产开卖 你更看好哪一台呢 我其实还比较喜欢 像Vivo的APX2 还有就是魅族的ZERO 它这种无孔这种手机 它代表了未来的一种方向 虽然说现在这种手机 肯定是没法实用的 首先就是数据传输充电方便 你说你给我一个无线充电器 我到哪都有无线充电器吗 这个是非常不方便的 也不现实的 这也算是代表了厂商未来的一种美好设想 至于折叠手机 实用性上还得打一个文号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真正的落地使用 如果要是以后这个薄厚的程度 做的非常薄之后 我觉得实用性还是非常强的 OK下一个是来自白米星2的小伙伴 确有欺人 矿文这个5G是越来越近了 这开年5G手机会加到多少呢 自己也好好攒钱 要是太贵了就先买个4G的老旗舰 等到5G手机降价 其实5G的商用 国内这边最快最快 应该也是要到2019年的下半年 也就是今年的下半年 才会有真正的商用5G 到2020年应该会全面的铺开 虽然不排除明年上半年 就会有5G手机抢先上线 但是实际的落地应用 还是有一点距离的 我相信要到10月份吧 5G成本这边 我也是了解了一下 其实网上也有一些爆料 在芯片的成本上 5G是要加300到400块钱 再加上一些别的天线的材料 配套的一些材料的话 整个会在545的左右 是要直接加到现有手机的成本上的 但是雷总也是在微博上爆料说 500块钱小米都搞不定 得700左右加上增值税乱七八糟的 首发的价格按照小米8 咱们可以简单算一下 2699元的起售价格加上700 那么就是3400左右 如果要是极致一点 它发一个双版本 比如说2999是不带5G的 然后3000出头是带5G的 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 5G的成本是肯定要增加的 其实相对于5G 翻了多少倍的网速 还有实际体验来说 这个价格我觉得在这个层面 是可以接受的 攒钱是吧 大家都好好攒钱 我也攒钱 下一个是来自B站的小伙伴 不想努力的嫌疑君 还是得努力 白哥白哥 本人学生党想画一台 1500万元左右的手机 看上了华比的诺2S 但是看到网上说 TX对麒麟处理器 是有富裕化的 比较担心游戏体验 所以想问问 麒麟处理器的游戏体验 好吗 本人没有追求 一定要极限画质和极限帧数 中等画质游戏过程中 没有严重调整就OK了 谢谢你 其实在上一期的白问中 我们对目前终端的 这几款处理器 比如说麒麟的710 660 还有骁龙的710 全部都做了一下 王总药的2.0版本的实测 在我们的实测下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这次针对你这个问题 我们又实测了一下 荣耀8X 它是710的处理器 还没有Noiris处理器好 还有就是Vivo的Z3 在我们的实际体验中 它们也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富裕化的现象 基本都是没有的 目前麒麟处理器 应对这些游戏 还都是OK的 顺便提一句 王总药2.0更新之后 其实我们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大面积的旗舰和中端旗舰 我们都已经测试了 它对中端的优化 还是比较强的 也就是中端处理器 它玩的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为毕竟这是一款 国民级的游戏 它不光要照顾到旗舰处理器 中端的体量用户量 应该是最大的 OK 下个是来自 白问微信号的小伙伴 莫琴思量 这个小白都反映 红米Note7续航掉电特别快 然后也有闪屏的问题 我京东的后天才到 是什么原因 是否有解决办法 我害怕也中奖 其实红米Note7的 这个掉电块 还有闪屏问题 网上很多小伙伴反应 这个续航 我们是经过了一个实测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续航 是要求是比较高 还是怎么着 但是作为4000亩时的电池 在我们实测之中 我们的数据库已经更新了 在我们的小白测评的 微信公众号 是中等水平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数据库 至于这个闪屏问题 官方也说了 它被定行为 这个拍照的系统bug 在新推出的这个系统里边 也是解决了 如果你拿到手 还是有这个问题 进行系统更新 就没有问题了 如果不是底层 屏幕材质的问题 都是可以通过 后期的这个系统 进行更新解决 下一个是来自 微博的小伙伴 ACG sm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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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smilly 小白眼 这个有没有好的收藏软件 现在长大了 关注的网站资料 和各种铁也特别的多 看见之后就想保存在手机中 但是一换手机 或者是换个单口登录之后 我以前的资料 都不能快速的找到 非常容易弄丢弄乱 就白个阿里个好的 其实这个问题之前 有很多小伙伴提过 我自己也被这个问题困扰 比如说换手机的时候 你可以把资料 图片什么的 全导到另外一个手机上 但是网站的这些 比如说收藏 一些帖子 什么的 你想把它收藏到 自己的这个手机上来 有一个固定的地方 存着这些收藏的话 还是比较难的 我自己也被这个问题困扰 所以说我们专门 是找了一个小转件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百分微信公众号 后台回复 收藏这两个字 就可以教你使用这个小软件 非常非常方便 特别重要的是这个软件 iOS和Android这边 全都可以用的 都是互通的 如果你是跨平台使用 也可以用它 百分微信公众号 回复收藏即可 OK 下一个是来自B站的小伙伴 数理方程为天理 是的 我当时选数学也不行 小白你好 现在手机越来越大了 7.2寸都出来了 但是我偏爱 单手操作的小屏手机 想要入手性能在 骁龙710以上的小屏全屏手机 苹果太会不考虑 有什么直接推荐的吗 谢谢 小屏呢 这个性能在710以上的 全面屏手机 我这么想了一下 好像只有一个 那就是小米的这一款 710的小米8SE 但是这款手机在设计上 屏占比是比较低的 正面来看 这款机器是不那么好看 但是按照你这个要求来说 好像只有这一款手机了 外形是比较方正的 我们也做过视频你可以去翻看一下 710以上的 我觉得苹果的话也不是太贵 iPhone 6s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 但是它不是全面屏 但是也比较小 还有就是如果再小的话 就是iPhone SE 它是iPhone 6s一样的芯片 但是比较老了 至于小屏的全屏手机 最近还真不是太多 尤其是今天全屏普及之后 小屏的性能手机 真的是非常非常少了 包括我最新发布的 这个红米 这个Redmi 这是660的处理器 OK最后一个问题是 白问微信公众上的小伙伴 范达斯提 贝比 巨龙巨龙过年 想给爸爸换个手机 他比较喜欢华为系的 预算大概2000左右 平时主要用打电话 微信和相机 看看大智慧啥的 还炒股是吧 这个希望流畅 这个电池续航好 求推荐 感觉这个爸爸那一辈的 好像都比较喜欢华为的手机 他们觉得华为 就是国产之光的这个意思 但是我给我爸 今年换了一台小米8 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这个2000元左右的 这个华为系的手机 你就不能买980处理器 你也没有 是2000元华为系的 还真没什么推荐的手机 8XMAX是荣耀这边的 可以参考一下 比较大续航也OK 旗舰处理器就不用想了 这个华为这边旗舰处理器的 都得3000块钱左右 甚至往上才能有 觉得这个没必要特别的纠结 这个845处理器 现在也挺好的 我觉得小米8或者说魅族16P 都是可以选择的 OK 第62期的白问 也是我们年前的最后一期正片 就先跟大家聊到这了 下一期将会是白问 这档栏目的年终总结 一个短视频 过几天就和大家见面 等一下还有抽奖 关注我们的白问微信公众号 你有什么问题 直接回复到公众号后台 下一期就让你上电视 回复刚过多屁话少 这六个字 我们将会随机抽取小伙伴 送出魅族或者小米的蓝牙音箱 一个上期重要小伙伴就是他 赶紧私信我们的小编 领取奖品 好 就聊到这 干货多 屁话少 白问 我们年终小董街再见 拜拜